彰化火車站前這處空地地上用藍色紅色油漆畫出一格一格的格子 大約能停三十輛機車 旁邊插了一支旗子 上面寫DIY自助停機車一天五十元 要民眾自己投錢還強調有監視器錄影 不過這個停車場其實是非法收飛 我可能會考慮 因為這邊沒有人管理 就是怕機車會可能被人家撞到或怎麼樣 一般我都會去有人雇的店去計車 不然有人會跟你亂移動 那你到時候用 都被那個開罰單 火車站前一位難求有位子停車 還是有不少人會來停 不過雖然地上寫著私人土地 但縣府說業者並沒有依法取得 停車場登機針 最近是用自助停車的方式 來給民眾收費 那經我們查處之後 他是一個不合法的一個停車場 第一個他沒有依照停車場提出申請 那相關的配置也沒有經過縣政府的核准 縣府表示這處大約十平大的空地 是私人土地 一共有二十七人所有 但拿來當收費停車場 沒先經過申請已經違法收費 將依法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罰還 後續會請業者改善 否則會連續處罰 華視新聞連駕也謝謝鍾 謝謝中醫 專劃報導